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每日晨光 让我们一起同行 经历神话语的信实 天天活在神的同在中 现在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一起来敬拜 Zither Harp 我将生命 敲在你手中 我献上一切给你主 我的世界 全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到永远 Zither Harp 与你同行 到天涯海角 无论悲喜 我心靠你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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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依许 到永远 祝我愿意 我愿意 歌唱也為了你 全人為你 將生命 敲在你手中 獻上一切 給你主 我的世界 全在你手裡 我屬於你的永遠 耶穌我心相信你 耶穌我心屬於你 活著人都為了你 歌唱也為了你 耶穌我心相信你 耶穌我心屬於你 活著人都為了你 歌唱也為了你 全人為你 全人為你 這邊我們要來認識約拿丹 約拿丹是扫羅的兒子 他也是軍隊裡面的一員 他們面對非利式人 扫羅那個時候在等候 Jonathan did something courageous 約拿丹卻做了非常有勇氣的事 我們看到第十四章一節 有一日扫羅的兒子約拿丹 對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說 我們不如過到那邊 到非利式人的房營那裡去 但他沒有告訴父親 如果你再接著往下看 你會看見他成功的擊退了非利式人 有許多人認為他可以成為非常好的王 在扫羅之後 但神已經檢選了大衛 但我們看到約拿丹裡頭沒有嫉妒 但我們看到約拿丹裡頭沒有嫉妒 甚至在後面我們看到他是支持大衛的 這對我們的服事來說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提醒 有時候你會看到神檢選了其他人而不是你 為了特定的一些任務 不用來嫉妒 但是來支持他們 神、人也是選擇了你為了某一些事 所以我們需要明白我們自己的護照 我們就可以幫助其他人進入他們的護照 我們來禱告 主我們謝謝你 我們為了約拿丹的故事 還有他接下來會跟大衛之間的故事 向你獻上感謝 來從他們的關係中學習 他們如此地支持對方 讓我們也來支持那些你所檢選為了特定任務的人 支持我們的領袖 我們的牧師 或那些為我們祷告的人 那些為我們祷告的人 來支持那些父親跟母親 來支持那些父親跟母親 願我們可以成為基督肢體中健康的一部分 奉耶穌的名 Amen